Hello 大家好 那上周呢我们是带大家去到了 位于曼哈顿中城的洛克菲勒 Center 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到 纽约一个非常有名的圣诞村 那这边呢就是说 差不多有三个blog的一个范围 都是像这样就是用 非常漂亮的彩灯去装扮自己的house 那这个location呢 其实在整个纽约也是非常的有名 每年差不多会引来十万左右的游客 前来观赏这边的装饰 那我们在整个节目的最后呢 也会把这个具体的location 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们在一路走来的时候 发现好多人都在手机上查 然后有人在问路 其实他们不知道具体在哪条街 那接下去呢 我们就跟着我们的镜头 就去看一下这边详细的情况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那这家呢就是这边比较有特色的一个house 它的名字叫做angel house 那这边呢就是可以摆放所有装饰的地方 那它全部都放满了 但是呢每一个你仔细看每个地方又特别的整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其实现在呢圣诞节越来越多的变成了很多人 欢庆的一个节日 很少有人知道是圣诞节是为了庆祝耶稣的诞生 那这家人的装饰呢 其实就是给大家讲述了一个耶稣诞生的故事 这家人的词也就是在庆祝耶稣的词兰论 那这家人的词兰论 这家人的词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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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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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这个呢差不多是彩灯开始的第一条街 然后呢它的区域呢大致是在11AV12AV和13AV 然后纵向呢是从80街到85街这样一个范围 另外呢要提醒大家是它的周围呢停车位非常非常的难找 所以呢其实您可以搭乘地铁地线到71街 然后差不多也就是三四个block 你就可以走到这个彩灯的区域 OK那希望以上所有的信息呢都对大家有用 OK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看的有没有很爽呢 记得给我们的视频点赞 并且在视频的下方告诉我们你们想看什么 留言留言很重要 那我们下次再见或者说明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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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當他開始的製作,他每天都加上每天 真的嗎? 所以他不像這樣做,他開始小一點 然後他做到這裡 真的很美,我住在這裡,我經常看到 這個這裡是神奇的,他從來沒有失誤到神奇的 謝謝 來自我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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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Woo!